来各位观众我们来关键吧乱世小帅的先知 守木古董杂技先知打杰克 哎呦这阵容杰克不好打呀 杰克要好打他得上来抓先知 先知这个位置在大房 杰克往这边来的话抓杂技 杂技这边一个雾刃躲掉 如果是个飞轮我觉得这把杰克挺头疼的 如果是个飞轮杰克挺头疼的 又有鸟又有飞轮 杂技这边稍微卡了一下 但是应该有机会能跳一波跳一波拉开 封掉了杰克的技能 这波球跳的其实挺好的 躲误刃没能躲掉 但这边是个实体刀板子一拍 第一刀打中 核心看杂技到时候带的是个薄命还是飞轮 这个其实蛮关键的 这个其实蛮关键的 翻过去 误刃 差不多还有个几秒钟 这里拿几秒钟 比较小心的 他的一个牵制一切求稳 一切求稳 杰克这边骗红光 翻 密码挤压好了 我需要帮助要不要叫 他叫了个监管者在我附近 这样先知不一定能看呀 这先知 这刀污润没打中 交出了飞轮 好的 虽然说这刀污润没中 但是杂技这个飞轮交出来 刚才那个时间点 不对 刚刚那个时间 如果那刀污润打中的话 好像 这个飞轮应该晚了一点点 那也行吧 反正终究是已经牵制够了 如果先知的鸟给上 能够顶住这一刀的话呢 这个局我觉得穷者 就奔着四人开门战去了 现在的话呢 你也不能说 完全没有四人开门战的面 毕竟有一个不确定的古董商在 同时还有先知的一只鸟 守木人这边 如果能够卡半救下来 先知一只鸟支持 就有可能把这个局面给打开 一刀污润躲掉 好的 那这样的话 守木人应该是 怎么的 不对 万一有个震慑呢 大概率 卡半 他出来以后 有个救人加速的 有个掏人加速啊 掏人加速 站着别动 我来帮你 古董商来 不要洗了 打哈哈哈哈的 我待会儿全部给你们进盐 我一个个找出来 跟我有什么关系 来 看古董商 看古董商 古董商这边 怎么离得有点远啊 哎 早知道 守木人叫一只鸟了 说不定叫只鸟会更好一点啊 从结果上来开始这样子的对吧 又要个鸟 卡半救下来 马咪马机差的真不多呀 待会儿古董商过来打打架什么的 三人开门站三跑咯 看看咯 先这是鸟 留到后面打咯 我觉得还有机会吧 毕竟他们是狼 躲 飞轮 这边古董商满棍 接近满棍 那就交了一棍嘛 乌刃 这边一刀乌刃 躲掉 这个乌刃想打中小果冻 有点难的 这样子吧 我在做播预言 我看一看啊 我在做播分析 我觉得这个局 以穷者现在的道具状态量 我觉得穷者 虽然说赢是比较难了 但我觉得穷者能保平 真的你们信我 这个局穷者保平 赢的面还是挺大的 你要想待会儿开门站的时候 杰克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他实体刀其实挺难打 挺难打中的 第一先只有一只鸟 可以扛你一个实体刀 扛你一个误刃 第二古董商有棍 守木人的话 这边开门站 应该会把这个铲子留到最后吧 这 先是机子点亮 其实主要还是路人局 还是路人局 他这边如果知道队友的密码机够的话 交闪现了吧 那刀物让它躲掉 好的 那也平了 那也平了 这边闪现都交了 你还想怎么样 平局有了呀 先只还有一只鸟呢 你别说 这地窖如果在中场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 地窖在小房 地窖在小房 先只在开门 哎呀 先只好像想准备给鸟的 平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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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这场真太难解说了